哈囉大家好 郭鴻志這個名字在台灣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而當年在美國也刮起一陣過世旋風 除了大家最常叫的小小郭跟不死鳥之外 因為郭鴻志的郭羅馬拼音為KUO 美國人就幫他取了個綽號叫KUO 意思就是通通把你刪陣掉 今天就來看看當年哪些赫赫有名的強打者 有誰領到他發的國王笑臉 先來看到郭鴻志對決巨砲Berry Bounce 在這個對決之前 郭鴻志前一年才被他扛了一發紅不浪 再度相遇就是甜蜜復仇 郭鴻志用了一顆93mine的外角之球 搶得球數優勢 接下來再用一顆滑球刪陣掉Bounce 而復仇一致還不夠 第二次改變了一下配球策略 用一顆精準的外角滑球搶到2號球 最後再用一顆向上串變化球閃增掉Bounce 結束先發5局的投球任務 再來場景換到亞利桑那的翔尾蛇隊主場 既然綽號都叫KUO了 場上表現當然也要KUO 本場比賽郭鴻志在7局雙方平手是登板中繼 一上來就先用招牌直球K掉第一名打者 接下來彷彿吃到定心丸一樣 連續6顆好球三升掉下面2名打者 到了8局下半 複製一樣的劇本 面對3名打者2好球之後的決勝球 通通用直球把打者K掉 上演2局狂飆6K的戲碼 接著看到的是2010年郭鴻志生涯首度對決陽基的戰役 本場比賽他終極1.2局送出兩張老K沒有10分 而這次三陣都是送給陽基隊上的大人物 在一二雷有人一出局下郭鴻志緊急登板救援 率先面對的打者就是隊長Derek Jeter 最後用一顆犀利的滑球三陣掉Jeter 最後下個半局用一顆96麥的速球 精準的控制好球袋邊緣三陣掉ERA 而同年的6月郭鴻志也對決到美東強權紅襪隊 中繼上場1.1局狂飆33陣 全都賞給中心棒次 89麥滑球K掉David Ortiz 97麥訴求送Kevin Euclid下場 最後一樣用97麥訴求三陣ADRIAN 標翠結束這一局 滿滿的三陣秀讓人看得大快人心 過去你也是KUO的粉絲嗎? 歡迎在留言區說說在你心中的郭鴻志是什麼樣子吧?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嘉宇神經